我们来讲一下真烟实验机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电源 打开燃气 我们来讲一下操作面板上的出风屏 上面的各个功能 首先是实验时间 也就是一个TA 我们可以点击后面的数字 输入我们试下时间 比方说我们输入十二十三都可以 随便输一个数 这样就OK 它就改变了时间 然后是这个铺底启燃 铺底启燃是 我们在滴落盘上面放一个松木板 松木板上面放一个卷脂 如果说实验有要求 实验会产生滴落物 滴落物将卷脂引燃的话 如果有这个要求 我们可以点击铺底启燃 下面 我们点一下会出现一个YES 如果没有我们就不需要点击了 然后我们讲一下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里边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实验结束自动关闭燃气 和实验开始自动点火 我们可以选是或者否都可以 启动 点击启动 本身中向前移动 停止 点击停止 本身中后退 排风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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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后就是打开烟箱里边的排风和照明的功能 燃气 点击燃气 是仪器内的电磁阀锡盒 燃气通过 然后点击点火 制作点火三次 如果点不着的话 我们要调节燃气的流量 下面是流量的压力表 下面是燃气的流量 我们可以调节燃气流量 来调节火苗高度 我们有一个火焰标尺 我们将它底部放在蒸的下面 蒸的最底部 然后将火苗调节到凹槽的位置 料理上要求火苗高度为12毫米 然后是上下左右 我们点击上下左右 可以调节视样 以本声灯的位置 我们点击调位 调位功能指的是 我们调节视样和本声灯的位置 我们点击调位后 本声灯向前移动 然后你不点停止的话 它是不会后退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上下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上下左右 调节这个 本声灯和它的位置 等我们调好位置 等我们调好位置后 点击停止 本声能向后移动 等我们一切都调好之后 我们关上门 我们关上门 然后点击启动 本声灯向前移动 本声灯向前移动 烧到实验后 开始及时 我们刚才设的是 13秒 时间到后本声灯自动后退 然后T1开始及时 然后T1开始及时 我们观察实验相像 当实验显面后 当实验显面后 点击及时 把这个时间记下来 如果有铺地银 我们可以点YES 后面有点击取消下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讲一下实验数据的保存 最后我们做完数据后 我们可以点击保存 然后我们可以输入实验名称 我们可以输入时间或者字体都可以 所以我们输一下日期 随便输一个 输一个字 输一个字母都可以 点击OK 然后保存 数据保存就可以了 回头我们可以在历史数据里边 点击另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我们 之前做的数据